斯纳缅登国中为了让特殊学生掌握遗迹之长 特别在校内成立特殊教育协会 根据孩子们的兴趣 让他们学习不同的生活技能 老师和家长还联手成立了这间新兴咖啡屋 传授烘焙技术 这群患有学习障碍 糖氏综合症、禁卵、自闭症等特殊障碍的小孩 在烘焙的过程中 个个可说是拿出了烘焙看家本领 称材料的重量 过筛面粉 搅拌混合物 切割成品 这些都难不倒他们 刚刚孩子们就告诉我 这个杏仁脆片 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慢慢填满所有的缝隙 真的是一点都不容易 而且非常的考验耐心 可是你看孩子们的手法都相当的熟练 做得非常的好 可见他们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 孩子们放学后抓紧时间 在校内制作各种年饼 再由老师和家长带出学校 卖给民众 为的不是赚钱 而是用行动告诉世人 特殊小孩也可以展示本身的本领 我们的孩子是跟普通孩子是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差别 其实他们学东西比较慢一点而已 他们follow instruction全部也是可以的 他们好像我们跟他讲要做什么的 做什么饼干 他们自己会做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拿一部分是他们的 好像称东西的人 他称了 你是另外一个部门的 我们叫部门 他自己会拿他的东西 他们自己会做 做好了 另外一个人又会自己拿他的东西来做的 他们其实知道他们自己的step是什么的 特殊教育协会主席卢玉梅说 一些教会和团体会趁着不同的节日 向他们订购饼干和蛋糕 对孩子们来说 每一个订单都是对他们的肯定 即使感攻在内 他们脸上挂着的却是开心的笑容 烘焙的世界就是他们的一片蓝天 其实我们的孩子不是社会的一个负担 其实他们可以做很多东西 就是现在好像我们做这个bikering 他们也是可以的 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 是的 只要给点爱心 再多一点爱心 一个简单的机会 就能改变特殊小孩的一生 特殊的小孩 不需要特殊的待遇 只需要公平的机遇 八度空间林晓彤 实际记者许文杰 吉隆坡报导